兩岸 台灣 甚至於整個亞太區域 跟國際的安全問題 那麼每一次的戰爭都帶來了很多的傷亡 毀滅 每一次的戰爭都帶來了很多另一樣的事情 那麼歷史是不可以遺忘的 那麼歷史是要去繼續他的一個教訓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副總統的這個 這個代理一下來參加這場整個823的一個先例參訪 然後追回來823這個後戰 那麼主要的一個思考是在於 我們如何能夠投資和平 那麼預防戰爭 那麼投資和平 你就不需要了解戰爭的可怕 那麼預防戰爭 你更需要知道用哪些和平的方式 才能夠避免戰爭的再度爆發 那麼這種避免戰爭爆發 追求永久的和平 是每一個人的一個希望 那從昨天我們第一天的參訪 不管到哪個地方 從湖林紀念館 823紀念館 到今天很多的這個相關的坑道 好